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苏氏的作品 我们先来介绍他的诗歌 诗是这个苏氏 在文学创作中最着力的部分 精纯2700多首 不仅在个人创作数量上是空前的 而且堪称宋诗的典范代表 达到了北宋诗的最高成就 这些诗歌的内容呢 大致呢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呢 几任的报复 进入仕途以后呢 他有心观察现实 体贴民情 也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 曾经说 论事以讽 树姬游薄仪国事 那么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 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比如说 他的这个《吏之叹》 诗中写道 十里一致飞成灰 五里以后冰火吹 颠坑铺骨香枕极 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 湖狠海 风之露夜如星彩 宫中美人一破颜 京城见血流千载 永远立之来交周 天宝碎公取之符 至今玉石领腹肉 无人沮伤 泪薄游 我愿天宫连赤子 莫生游物为窗尾 雨顺风调白骨墩 名不饥寒为尚锐 军不见五一西边 树立衙 前丁后菜香笼家 真买真心买从各出意 今年豆品冲观茶 五军所乏其子物 滞养口体 河露夜 洛阳相军忠厚家 可怜意境摇黄花 那么这首诗呢 它是从汉河地 唐玄宗时 从娇州 辅州呢 进贡新鲜荔枝的史诗 写到了宋代各地官吏 未讨皇帝的欢心 不惜耗费明知明高 贡花献茶 劳民伤财 世宗直接点到的 前丁 就是指宋真宗时的 这个宰相丁位 后菜呢 就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 蔡香 那么洛阳相军呢 指承认 同中苏门下平章 高级茶叶 苏氏呢 对长期以沿袭的 这种漏风呢 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批判 对于皇帝为代表的 统治集团 穷奢及欲的生活呢 做了毫不客气的揭露 其敢怒敢批的精神 极为难得 那么苏氏呢 为患四十多年 对朝廷的避震 和老百姓的疾苦呢 有比较深切的体会 他把这些呢 都反映在诗作当中 比如说 他的《厨业大雪》 《刘维舟》 《元日早晴遂行》 《中途雪附作》 这首诗当中 他写 三年东方汉 桃户连七洞 老农舍磊探 泪入鸡肠痛 他在这个《无中田腹探》中 又说 观金要钱不要米 西北万里 为当地的天灾 致使民不聊生而作 或是为朝廷城中的赋岁 给农民造成的负担而作 那么 这是他表现 社会现实的一些诗 那么 我们再说说 苏氏的《斜景书怀诗》 那么 在苏氏的诗歌当中呢 最大量的 也是最为人们所喜好的 是那些通过描绘日常生活经历 和自然景物 来抒发人生情怀的作品 那么苏氏呢 一身奔走四方 饱览各地风光 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 他的这一类诗 是苏氏中 美学价值最高的作品 这一类诗呢 有一部分是写 三水景物的 比如 《隐湖上出情后雨》 施宗写 水光莲艳 情方好 三色空蒙 雨一齐 欲把西湖 比西子 淡庄浓某 总相宜 又比如他的另外一首 《望湖楼醉书》 施宗写 黑云翻墨 未遮山 白雨跳珠 乱入船 卷地风来 呼吹善 望湖楼下 水如天 那么前一首呢 写杭州西湖的景色 施宗一二两句 分别从西湖的情日 雨天 水光三色 来描绘 后两句呢 以西子 这个久有定平的美女 来比喻西湖 那么西诗呢 本来就是 无悦之地有名的美女 以她比西湖 既是就地取材 又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可谓是 以少总多 那么五燕 在正月二日 泛舟湖上 诗当中 他说 除却淡庄浓某具 更将和雨比西湖 那么杭州西湖呢 也就因为这首诗呢 就是苏氏的这首诗呢 得了西子湖的美称 那么后一首 望湖楼最书呢 写望湖楼的这个急雨 雨来时 何其突然 乌云还没有遮住山头 雨点已经见到船上 那么雨去时 又是何其迅速 卷地风来 云散天开 波平浪静 那么这里的景物 充满了动感灵性 表现了作者 对山水的喜爱之情 那么苏氏的另一部分诗作呢 是在写景当中 又同时寄予了 人生中的某些感悟 比如说 他的 贺子游 免持怀骨 诗中写 人生到处 知何似 阴似飞红踏雪泥 雪上偶然流直爪 红飞哪腹寄东西 老身已死成星塔 坏壁无由见旧体 往日齐驱怀祭否 路长人困 见驴丝 那么这首诗 极景舒怀 写怀念故人 但是诗中的故人 往事如烟消散 纵然有些雪泥红爪般的 些微痕迹勾起了回忆 那么已是如梦的恍惚 因此对生命的短暂 对人事的得失 也就没有眷恋悲哀的理由了 那么这种具有深刻哲理的感受 通过雪泥飞红 两种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 自然的得以表现 那么后来这两个比喻呢 被人概括为成语 雪泥红爪而广泛的被运用 又比如他的提西灵壁 横看成岭测尘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失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当中所印含的哲理 既可以理解为 世事因人成相 而人人各具异端 所见不同 那么遇见真相呢 需要拖出自身的处境 从更高远处观照 那么同样 他也可以理解为 人生本来就泄露在 世俗的事物当中 诈惊诈喜忽忧忽乐 为这个生老病死 这个荣辱贵贱所困 如果上升到无限的时空 来反观这一切 那么这些都不过是 瞬间的变化 那么苏氏诗中 有不少作品呢 是抒发绅士之感 展示人生态度的 苏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但是令人敬佩的是 他能够傲视苦难 宗志超越苦难 他在颠沛流离的 贬折生活当中 写下了很多 抒发情志的作品 比如说 菊花开处乃从阳 凉天八月即中秋 莫贤落窃破头路 自爱坑然夜障身 在坑然夜障身 等等 再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那么 生痕斗转 欲伤根 苦雨中风 也解情 云散月明水点缀 天荣海色 本成青 空于卢手 成福意 出诗轩缘 奏月身 久死难荒 五不恨 自由其绝 灌平身 那么写这首诗的时候 苏氏呢 已经年过花甲 在丹州呢 度过了三年的贬折生活 宋代的丹州呢 非常的落后 那么 苏氏在这里呢 是食无肉 病无药 居无事 出无有 但他始终不改 躺荡乐观的态度 还把在丹州的经历 当作一次呢 冠决 平身的人生经历 那么这是怎样的 扩大的胸襟 气度 那么当然 苏氏呢 还有不少的提画诗 和平画诗 因为他多才多艺 具有很高的 艺术奸赏能力 他提画诗的代表作 是我们熟知的 这个慧从春江小景 卓爱桃花 三两枝 春江水滥 鸭仙枝 楼花满地 卢雅短 正是河豚 欲上时 那么这首诗 不但写出了画面上 能够看到的桃花 楼蒿等景物 而且呢 还运用艺术的想象 写到了画面以外的 河豚玉上 那么还写到了 鸭子对春江水滥的触觉 画面呢 色彩既丰富 又生机勃勃 情趣爱然 那么他的一些平画诗 比如 王为吴道子画 书王定国所长 烟江叠障图等等 都不但使人 见诗如见画 而且呢 也反映了宋代艺术的成就 那么苏氏诗歌的艺术成就 是多方面的 那个下面呢 我们就择其要点 而言之 那么我们把它概括为 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以文为师 比例纵横 那么他发展了 韩语以文为师的传统 比例纵横 无往而不慎 议论滔滔 通达而犀利 在章法结构上 又脉络清楚 层次分明 比如说 他著名的游金山寺 诗宗写 我家江水出发源 患游直送江入海 文道潮头一丈高 天寒尚有沙横在 中林南盘石盘婆 南盘石盘婆 古来出没 随涛波 士敦绝顶望乡国 江南江北 青山多 鸡筹未婉 寻归己 三生苦留 看落日 微风万寝 波闻戏 断霞半空 鱼尾翅 逝时江月出身破 二根月落 二根月落 天生黑 江心似有聚火鸣 飞燕造山 七乌金 怅然归我 心末时 非鬼非人 尽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 江神见怪 惊我完 我谢江神 岂得以 有田不归 如江水 那么诗呢 以这个江水为线索 我家江水出发源一句 流露出诗人 对家乡的 深深的眷恋 那么继而写到了 草头的高 写到了水势的猛 那么都是写江水 也都是写诗人 斯家勤绪 那么接着写 登顶遥望故国 因为墓里所现 于是呢 一星兰山 遇回住所 引出了三声 留诗人看落日 过渡到诗人发现 江上夜火 心中怅然 联想到 是否是因为 久患未归 江神见怪 最后吐露苦中 如果家乡 已有安身之处 那么我一定会 回到家乡 这首诗呢 脉络非常的清晰 描写十分的细致 柔和了 这个畅晚之情 和躺荡的风度 写紧壮物 抒情 比例红豪 颇有李白诗的那种风韵 那么区别就在于 李白的歌行 更具有跳荡飞跃之力 而苏氏的这类诗歌呢 更具有这个行云流水之妙 所以清人造诣 欧北诗话说 以文为诗 自昌里史 自东坡 以大放厥词 别开生面 成一带大光 那么以文为诗 是宋诗的一大特色 那么也是苏氏诗的一大特色 那么苏氏诗的第二个特点就是 想象其特 比喻新颖 妙趣恒生 魏庆之 诗人欲却说 此瞻作诗 常语比喻 那么此语确然 那么在苏氏的即将监察当中 他有这样的句子 大瓢 祝月归冲翁 小勺分江 入夜平 他还说 天上 他说呢 天上有月亮 水里呢 也映着月亮 人们咬水 似乎也要连月亮 也咬进了水缸了 以瓢祝月 以勺分江 气魄呢 可以说非常之大 而这想象 又是多么的出人意料 那么他在这个饭饮诗当中 又是这样写 他说 上流直而轻 下流曲而矣 画床抚明镜 笑问辱为谁 忽然失灵讲 乱我虚与眉 散为百东坡 请客傅在资 那么他在泛舟饮水的时候 临流自照 水中的东坡 和船上的东坡 互相质问 而船而烧动的时候 涟漪泛起 人影散乱 而风平浪静之后呢 水面又恢复了原样 那么在东坡的笔下 寻常的景物 也能表现得这样的 生动有趣 那么 白布宏 又是常用来说明 苏世诗善用比喻的例子 百步红诗当中有这样的句子 长虹斗落 身跳波 青州南下如投缩 水诗绝教 浮宴起 乱石一线 真搓磨 犹如兔肘晕准落 骏马下注千脏坡 断悬离柱 剑脱手 飞殿过西 朱翻河 那么诗宗连接 接连用了这个投缩 这个兔肘阴落 骏马下注等比喻 来表现水势的凶猛 河流的 洪流的湍急 可以说 非常的形象生动 气势豪迈 那么 苏世诗的这个第三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 议论风生 辩驳无碍 苏世诗宗 除了玉礼与形象的 这个哲礼诗以外 那么还善于 正面的议论 可以说 口入玄合 他的力之叹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此外呢 他的 孙生老求妙莫停失踪 短长肥瘦各有态 欲还非燕 谁敢争 那么这是对 多元化的审美情趣的强调 他在这个 《十昌书醉末堂》中 有这样的句子说 人生诗字 忧患史 姓名出祭 可以修 那么是对自己 多事的一生 所发的牢骚 那么这些议论呢 就成为他诗歌当中的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使得诗歌中的感情呢 更加的浓烈 沈德潜的这个说诗 最当中说这个苏士的诗呢 是笔之超旷等于天马托机 非先游戏 穷极变化 而事如意中之所欲出 那么造译的这个欧北诗话当中 也说这个苏士的诗呢 是爽如哀离 快如病检 有必达之影 无难显之情 这些评论都精确地指出了 苏士诗具有的意道笔随 心而能辨的这种特点 那么当然了 这个快意放笔呢 有的时候也不免带来了 这个帅意之弦 那么这是苏士的诗歌